第761章大荒神界 大切割神通的切割道运波动越开越可怕 最后化为一道无形浩瀚剧剪刀切了下去 然后卷入了浩瀚虚空之中 卡 虚空之中传来一阵阵规则碎裂的声音 就连远处观看的数人也惊呆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了规则被割裂开的声音 这神通 这一刻胡青家总算是明白 蓝小布为何不惧那个准圣了 只要那个准圣被困在虚空神阵中几细时间 蓝小布就可以借助大切割树神通将其切为碎渣 蓝小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 恐怕更多的是不想伤害无辜 这种大切割树一旦施展出来 只要靠近的修饰不可能有信念 不要说靠近的修饰了 就是旁边的一切建筑甚至规则道运 都会在大切割树下化为碎渣 蓝小布感受到了对方大道规则被自己切碎的声音 心里冷笑 圣人又如何 赶格着鸿蒙盗则来抢夺气韵 找死 现在切了你的大道规则 让你继续剥夺啊 你以为这是结束吗 这只是开始罢了 随着蓝小布的七哥道运不断疯狂轰出 狂暴的七哥道则不但没有结束 反而是愈发狂暴的席卷出去 比起当初施展大切割树的蓝小布 现在蓝小布的大切割树强大了何止万倍 长生界一名八字须的瘦弱男子张口就是一道血剑喷出 他惊恐地看着眼前自紫金道运流转的鸿蒙盗则 刚才一道大切割神通沿着这一道鸿蒙盗则撕裂过来 直接切断了他的大道规则 不对 这一道大切割树还在撕裂他的道基 根本就不允许他退出 这名瘦弱男子疯狂地要收敛回自己的大道道则 可是他在准备抢夺鸿蒙盗则的一刻已经是破釜沉舟了 将自己的一切气韵和自身大道都压在了鸿蒙盗则之上 如果没有大切割树 就算对面出现了一个圣人 也无法奈何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卷走鸿蒙盗则 可他偏偏看见了大切割神通 不仅如此 这一道大切割神通还撕裂了他的大道规则和道基 滚滚的切割道运连绵撕裂而来 这瘦弱男子再次喷出树道精血 他的大道道基被撕出裂痕 大道规则持续被切断 这个时候他想要收走附着在鸿蒙盗则上的自己道运势和等艰难 下一刻 他自身的大道气韵被疯狂夺走 一阵阵虚弱感觉传来 八字须瘦弱男子眼里现出惊恐 他现在不但收不回自己的大道道则 自身的气韵居然被开始剥夺走 对方就好像经常做这种事情一般 手段似乎非常熟练 扑 又是一道精血喷出 这瘦弱男子疯狂一般的燃烧自己的瘦源 砰 当他的世界几乎被压缩到激进于无的时候 这名瘦弱男子这才被恐怖的气息轰飞出去 直到飞出时数里距离 这瘦弱男子这才撞击到一座飓风上 将这飓风撞击出一个人形凹槽 然后跌落在地 两久之后 这瘦弱男子才缓缓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男男说道 我古都绝不会放过你的 绝对不会 此刻一个突兀的声音传来 呵呵 古都 我说让你不要惹他 你不相信 你以为这是结束吗 只要你没死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情绪吸 他就是拦小步 古都圣人盯着不远处的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真是被鸿蒙道则席卷过来的秦旭熙 秦旭熙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讥讽地看着古都圣人 你说呢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对我动手 说完这句话后 秦旭熙转身就走 短短时间就从古都的神念和目光下消失不见 虽然古都圣人重伤无法奈何他 他也一样重伤 奈何不了古都圣人 大借歌神通一出来 秦旭熙就知道蓝小步回来了 只要蓝小步回来了 不清神界就不会有事 古都圣人是神的收回目光 又有愣愣地看着远处依然是开天道运流转的鸿蒙道则 眼里闪过一丝不甘 这鸿蒙道则是他第一个看见的 并且在这里构建了一层又一层的防御禁制 可最后他不但没有得到鸿蒙道则 还让自己到基受损 大道规则被切割 气运被剥夺了九成多 不对 那鸿蒙道则似乎在变化 古都圣人盯着鸿蒙道则 眼里现出不敢相信的神色 在没有了他干扰后 鸿蒙道则居然渐渐地化为了一道道天地规则 这些天地规则似乎明练出来了山川河流 江河湖海 这事 古都圣人明白过来 这鸿蒙道则居然要将长生界和另外一界融合在一起 最后化为一界 这种隔着浩瀚虚空和无穷界域的两界 也只有鸿蒙道则才能做到这一点了 讲到那一界即将和长生界连在一起 古都圣人心里惶恐起来 他的伤势不知道要多少纪元才可以恢复 如果那个施展大窃哥树的家伙知道他古都的存在 肯定会来找他麻烦 秦旭希可是说了 那蓝小布可不是好相遇的 别到了最后 他仇还没有报 就被人干掉了 蓝小布同样震撼地看着鸿蒙道则的变化 说实在话 借助大窃哥神通切断对方的大道道则 剥夺对方的气韵 蓝小布的确是有经验了 上次他剥夺了对方的气韵后 赶紧借助大窃哥树切断了一切道运规则 这次他不但没有切断 反而是继续给对手重创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鸿蒙道则开始变化了 确切地说 鸿蒙道则开始演化各种天地规则 在蓝小布动手之前 他也感受到了鸿蒙道则在演化各种规则 不过没有现在清晰罢了 没有动手之前 鸿蒙道则只是演化一些天地规则 现在鸿蒙道则演化的是各种世界规则 他看见紫金色的道运化为土黄色泥土 其中有细小的草芽在萌发 更远的虚空之中 甚至出现了山川河流 这鸿蒙道则是要演化一方界域 蓝小布很快就明白过来 这鸿蒙道则不但是要演化一方界域 还要通过自身演化的界域 将长生界和不清神界连在一起 好家伙 这是要提升他所在这一方神界的等级啊 不清神界本来就规则不全 加上量节之后有破损 更是显得残破 现在和长生界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有一条鸿蒙道则现身 明显是要成为浩瀚宇宙之中第一神界 蓝小布想到一旦不清神界和长生界融在一起 那长生界无数强者过来 他还统治各批的神界 那些准圣 圣人随便出来就是一把 那都是可以碾压住他的存在啊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所在的这一方神界 成为长生界那些家伙的后花园 如何才可以让自己在这一界有足够的话语权 甚至不看那些圣人的脸色过日子 蓝小布想来想去 似乎只有提升实力这一图 可是提升实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就算是他可以将那神人丹的丹海弄来 也别想一下就提升成为一个圣人 蓝小布忽然想到了吴宇宙界 当初他创建大荒仙门的时候 就是因为第一个命名了大荒仙门的名字 得到了天地大道的认同 也让别人无法建立第二个大荒仙门 讲到这里 蓝小布索性一步踏上了这还在演化中的鸿蒙道则 周深道运流转 同时朗生说道 长生界和不清神界融合 我蓝小布宣布 从今以后这一方界于命名为大荒仙界 不得更改 在蓝小布看来 不清神界将彻底消失 长生界这个名字将成为他自己的世界名字 随着蓝小布的话音落下 一道道轰鸣之音随着蓝小布的声音开始共鸣 这一刻无论是不清神界 还是长生界都响彻了蓝小布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不再是之前的名字 而是变成了大荒神界 大荒神界 所有在不清神界的修士此刻都停了下来 他们正惶恐着在不清神界即将溃灭的时候 他们应该去什么地方 现在突然出现了大荒神界 而且这大荒神界的名字出来后 似乎得到了天地规则的认同 在碑林身处一名重伤男子呼的战起 因为伤势为恢复 他突然站起来 一道道血雾从周身喷出 敢抢夺我的不清神界 无论你是谁 我都要灭掉你 男子一字一句 力声喝出来 不清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疗伤 等伤势好了后 归附修为 然后才能做别的事情 否则的话 就算是在愤怒 也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在这男子身边的一名女子柔声说道 他看向这男子的眼光里面全是温柔 男子重重喘了一声 似乎感觉女子说的是正确的 他缓慢地坐了下来 蓄了口气说道 秦旭熙居然安然无恙 现在大荒神界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和秦旭熙有关系 男子说完后就愣住了 他明明不希望改名大荒神界 可是他说出来后 却是大荒神界 女子也叹了口气 这是天道规则认同的 人力无法逆转 第762章先下手为强 如果说在大荒神界 众人只是惊异不明白 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在多个界域之外的长生界 却乱了套了 生存在长生界所有的人 最隐以为好的就是他们的界域叫着长生界 而现在他们却听到天道道音 有人将长生界改名成为了大荒神界 那不清神界又是什么鬼东西 凭什么和长生界融合在一起 可不等这些人想明白这些事情 屹立在长生界道则封上的一块石碑忽然炸裂 随即一块全新的石碑出现在了这山峰之上 所不同的是 之前这个山峰石碑上刻着的是长生界三个字 而现在却变成了大荒神界四个字 只是短短时间 一些修为强悍的圣人已经是明白过来 长生界和别的界域在融合 长生界和别的神界融合 那倒也罢了 长生界生存下来的全部是顶级强者 任何界域和长生界融合 那些界域出来的修士对长生界的强者来说都是融蚁 可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 这个即将和长生界融合的小界域中居然有人敢狂妄地给整个界域命名 不仅如此 他的命名还获得了新的一界天道规则认可 这个人不杀 已经成了整个长生界圣人心里的一根刺 试想一下 他们都是圣人 而他们在所在的界域却是一个融蚁命名的 这谁可以忍 除了这个外 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一个地方 那就是融合长生界和那个小界域的所在 能将两个界域融合在一起 那绝对是开天辟地的顶级宝物 甚至是顶级道则 如果他们能找到的话 说不定可以收取这件宝物 还可以阻止两界融合 城主 大荒神道城的神阵被打开 一群人冲了出来 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军屋 现在的军屋已经是神王四层的实力了 蓝小布的神念扫到了大荒神道城 神道城里面还有将近千万人 这让他有些疑惑 按照道理说 神界都开始溃念了 大家肯定是有多远跑多远而已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留在大荒神道城 在军屋后面蓝小布看见了更多的熟人 眼影 景自举 石翼 柳志 庞不令 叶禄 雄南风等等 所有的人看见蓝小布都是欣喜不已 军屋更是走在第一个 城主 你回来就好 军屋激动说道 他已感受到了神界的溃念气息消散了 不仅如此 气韵被剥夺的气息也消失不见 很显然 这些肯定和蓝小布有关系 这让他心里对蓝小布更是轻浮 当初他就看好蓝小布 没想到蓝小布会成长到这重地步 要知道大荒神界气韵溃念 连秦旭西前辈都无法解决 最后还被盗光卷走 偏偏蓝小布一回来 就将这件事解决了 怎么没有看见宰道友和念凶 蓝小布问的是宰静尘和念 宰静尘和念都是神王 居然在这关键时刻都不在这里 对蓝小布来说 宰静尘和念可是他的左右手 对他即将要做的事情帮助非常大 军屋说道 当年带飞饶来大闹大荒神道成 结果被秦前辈重创奔走 后来念收到信息 说有他师父念焉的下落 念要去寻找他师父念焉 宰道友不放心念 就陪着念一起走了一趟 然后就没有再回来 我本来想要去看看的 可是道光出现 整个神界气运被剥夺 规则溃灭 我只能留在了这里 对军屋来说 他知道自己留在大荒神道成 也帮不了什么忙 可他已认同了大荒神道成 早按下定决心 承载人在成亡人亡 带飞饶过来了 这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要看看他对温可书的做法 就知道这女人有多歹毒 温可书和木童珠呢 蓝小布也没有看见这两个人 只有墨小夕还留在这里 听到这话 墨小夕赶紧上前说道 可书姐和童书姐都走了 童书姐觉得留在这里 对修为提升帮助不是那么明显 就想着要去寻找机缘 可书姐也想要提升自己的修为 就和童珠姐一起走了 蓝小布微微皱眉 大荒神道成神灵气 可以说是整个大荒神界 神灵气最浓郁的地方之一了吧 在这里修为提升不快 不过她没有询问 而是说道 走吧 我们先进城再说 木童珠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 当初都可以舍命进入 望双墨海提升修为的女人 可见她不会安稳下来的 所以说木童珠走蓝小布不奇怪 温可书走让她有些疑惑 温可书可是一个安稳的人 不喜欢到处游荡的 蓝小布回到了大荒神道成 整个大荒神道成就好像活过来一般 大荒神道成之所以留下了千万人 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地方可去而已 神界气运溃灭 整个神界都会消失不见 留在这里的人很多都见识过灭识亮节 在他们看来 这次神界气运溃灭 其实又是一次亮节 在这种亮节之下 能往何处去 与其死在别的地方 还不如留在大荒神道成 道庭君如何 蓝小布一道成主府就问道 成主 大荒神道成的道庭君成立是成立了 不过秦前辈失松后 加上神界溃灭 道庭君走得走散的伞 现在只有百万人都不道了 君屋有些汉言说道 蓝小布立即说道 君屋 你和坦苦 乔奥伦 雄南风立即整合道庭修士君 大荒神界已经有了雏形 我们百日后成立大荒道庭 这个事情一天也不能耽搁 这百天时间 我会主持扩建神道成 是 坦苦毫不犹豫地应道 他是神王后期 隐隐有些明白 为什么蓝小布要急着 成立大荒道庭 只要没有太大的变故 大荒神界是铁定会屹立在浩瀚宇宙之间 那个时候就不会有什么长生界和不清神界 甚至其余的神界也都会慢慢消失 大荒神界可以融合长生界和不清神界 自然是能融合别的神界 所以现在是谁第一个占据主导地位 成立了第一个道庭 那就会成为道庭之主 为天道承认 大荒神道成的城主蓝小布归来 百日后将成立大荒道庭 并且在招收道庭修士君 这个消息几乎在最短的时间列传遍了整个大荒神界 这一刻大多数人都疯狂地奔向大荒神道成 蓝小布的名字对大荒神界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如雷贯耳了 如果不是道光出现在大荒神界 蓝小布手下的那些强者几乎要将整个神界都统一了 现在蓝小布一回来 就让神界稳固下来 并且开始招收修士君 成立道庭 没有人觉得奇怪 也没有人觉得成立不起来 在大荒神界 如果还有一个人能成立道庭 将神界整合起来 那必定是蓝小布无遗 大荒神界曾经的十大神庭早已示威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抗 这个时候大荒道庭成立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很多散修甚至都盼望着大荒道庭成立 他们渴望大荒道庭成立后 整个大荒神界都和大荒神道成一般 不用再为些威的神灵器四处奔波甚至送命 大荒神道成当初容纳的人较少 很多人无法居住在这里 一旦整个神界都在大荒神道成的城主蓝小布掌控之下 那肯定会实行同样的办法 在蓝小布的牵头之下 整个大荒神界都运作起来 大荒神道成开始扩建 主要是扩建道庭 至于外面还在演化的鸿蒙道座 早已被蓝小布借助虚空神阵遮蔽住了 蓝小布非常清楚 他必须要快 否则等长生界成立了大荒道庭后 那他将永无成立大荒道庭的机会 到时候依然是会养人鼻息 主动全不能掌控在手中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蓝小布隐约觉得 鸿蒙道座选择将长生界融合进来 肯定不会简单 他提前成立了大荒道庭 不说成为大荒神界第一人 肯定有顶级好处 这个时候蓝小布感觉到自己手下有人好办事了 当初刚刚来到这一方神界的时候 他带了一群人 现在这一群人每一个都是贴心贴意的为他办事 大荒神道城扩建 大荒神界的道庭殿更是建立在了虚空之中 给人一种气势辉弘和磅鲍浩瀚之感 一条宽敞的白玉阶梯从道庭殿延伸出去 每一阶都是道运流转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 随着大荒道庭成立的时间渐渐到来 整个大荒神界似乎都变得不同起来 一些天地规则也在慢慢的清晰 很多被量解撕裂的攻赫在自动的愈合 一些对大道感悟比较深的修士心里有所感应 只要大荒神界的道庭一成立 天地规则肯定是最清晰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不定有天地道运降落 让人更轻松的可以跨入下一个境界 有人感悟到这一点 自然是就放出了消息 随着消息越传越广 更多的修士都是勇往大荒神道成 以至于参加道庭修士军的修士是越来越多了 可以想一下 一旦大荒道庭的成立得到了天道认可 作为道庭的修士军 肯定会获得更大的好处 这个时候不参加修士军 难道等大荒道庭成立后再参加 那个时候估计汤都喝不到了 第763章大荒道庭里 长生界圣人太多 也是因为各种原因造成了许多界域崩溃 这些界域崩溃后 寻常修士都化为炮灰 可是一些强者 如圣人准圣等 基本上都会安然无恙 他们最后全部聚集在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长生界 长生界因为来了太多的强者 也造成了圣门林立 无数强者争夺地盘 多年以来 随着大家之根之底 长生界也渐渐地稳定起来 之所以能稳定下来 也是因为这些圣人都清楚 大家都是圣人 神通手段也都差不多 与其互斗还不如各自相安 努力完善自己的大道才是正途 所以在长生界也渐渐形成了一些大的顶级圣门 其中有太汉圣门 南天圣门 三清圣门 万道圣门 摩眼圣门等 至于纯湖圣人所在的金湖宫 虽然也是声名赫赫 可比起这些顶级圣门来 那就相差比较远了 此刻在太汉圣门的所在地 太汉圣山上的圣门殿中坐满了人 坐在最上手的是一名眼睛细长的男子 他不但眼睛细长 脸型也有特色 线条犹如刀削 轮廓清晰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他就是太汉圣山的第一圣人 昆威 当初在太汉宇宙的时候 昆威圣人就是太汉第一人 太汉宇宙圣人较多 可没有谁敢违背昆威圣人的言行 这和别的宇宙不同 大荒宇宙在溃灭之前也有数名圣人 但无论是西方圣人还是三清大家都是平等相处 不存在水高水低 至于大荒宇宙之高存在红军 更是不会参与到这种圣人之间的争夺中来 昆威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去 缓缓说道 从太汉宇宙溃灭后 我太汉圣山虽然还能在长生界立足 却再也不是当初那种掌控天地道责的太汉圣门了 在这里无论是三清圣门的三大圣人 还是魔眼圣门的计合 或者十万道圣门的那些人 都不是一鱼之辈 我太汉圣山想要出头 愈发艰难 说到这里昆威自己都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 原本我是打算再发展一段时间 然后成立长生道庭 慢慢恢复当初我太汉宇宙的大道繁华 让我太汉圣山再如往昔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长生界竟然在这个时候会和别的界域融合起来 不仅如此 还被一个小界域的楼仪抢先取了界域之名 所有的人都明白昆威圣人的意思 长生界都不存在了 自然不会有长生道庭 讲醒取名长生道庭 还不如用太汉道庭 因为你取名长生道庭 将失去天机和气运 这样下去的话 你的道庭将会渐渐地念念在历史长河之中 大圣人 大荒神界被人命名 不仅仅是我太汉圣门没有想到 很多圣门都没有想到 我觉得我们最好现在就成立大荒道庭 这样的话 不至于再次受到被动 我感觉将来大荒神界将由果位重现 如果成为一介道君 那才是果位的主宰者 一名常然男子站了起来 语气凝重地说道 一旦果位出现 那可不是小事情 一些人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果位 估计什么都愿意做 不要说出卖所在的圣门 出卖自己灵魂的都有 这常然男子的话应当落下 就又有一人站了起来 大荒神界浩瀚无边 原本长生界更是圣人如麻 我太汉圣门一旦成立大荒道庭 将会引来众多圣门仇事 如果在当初的太汉宇宙 我们不惧谁 可放在这里我们这是自寻死路 这是两回事 你知道一旦大荒道庭成立果位出现 会有什么结果吗 果位在灭世亮节出现后就溃散了 不会再有 更不要说现在了 就算大荒道庭成立 也不会再有果位出现 否则的话 你以为天地艰难有这么多圣人 呵呵 你觉得现在的很多圣人算是圣人吗 他们甚至连准圣都不如 我自己其实也是其中一个 不要说圣人了 我就说我们太汉圣门 除了大圣人昆威圣人掌控天地大道 拥有圣人实力之外 还有谁觉得自己算是圣人的 大殿中一阵阵的嘈杂之声 大家明显是意见相左 一名女子为了转移话题 主动说道 你们说那个给大荒神界命名的家伙 是不是来自大荒宇宙 大荒宇宙在这里可是有好几个圣门 实力强劲无比 昆威也是站了起来 无论对方是不是大荒宇宙出身的修士 还有将来会不会再出现果位 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只要给这个神界起名 这个神界就不仅仅是代表大荒宇宙 而是代表浩瀚神域 我决定了 就算是引起所有人的围攻 我太汉圣门也必须要成立大荒道庭 错过第一次是我们的失误 如果错过第二次那是我们的愚蠢 听到昆威圣人决定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表示支持 昆威圣人在太汉圣门 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再说了昆威圣人说的对 大荒道庭代表着大荒神界的正统 一旦大荒道庭成立 大荒道庭的道君将代表着 这一方神界唯一的道庭圣帝 这种存在 就算是你要取而代之 也必须要和天道和人和 万一将来出现果位 肯定绕不过的一个人 那就是大荒道庭的道君 就在这个时候 浩瀚虚空之中传来空空道音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大荒道庭成立 以气运阵盘阵压一届气运 我兰小部为大荒道庭第一任道君 大荒道庭将成为大荒宇宙唯一的道庭 上和天道规则 下父人道道统 所有的人听到这个声音 都是如被雷击 昆威圣人嘴唇都在颤抖了 他刚刚决定 可人家又一步抢在了前面 他还在协商建立大荒道庭 人家大荒道庭已经建立起来了 耳边传来蓝小部的道音 可他就感觉脑子一片混沌 庄引号 大荒道庭以维护大荒神庭和平为己任 以众修平等为行则 建立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博爱神界 建立道庭律法 建立道庭秩序 建立昆威圣人颓废的跌坐在地 同一时间 众多准备谋划大荒道庭的圣门都是如被累积 失去了 他们再一次失去了 奸机啊 平摆两次失去先机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着蓝小部成立大荒道庭的道音 看浩瀚大荒神界的规则共鸣 所有人就知道这大荒道庭获得了天道认同 在一处偏僻的角落 秦旭西抬头看着浩瀚虚空 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他没有看错蓝小部 蓝小部比他预估做得更好 没有他帮助 蓝小部一样成立了大荒道庭 可他很清楚 留给蓝小部的时间不会很多了 蓝小部必须要在大荒神界彻底融合长生界之前 将他的修为提升起来 否则的话在这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置蓝小部于死地 同一时间 平都圣人颤抖着手看着浩瀚虚空中道庭成立的道座空空之音 他还想着伤势恢复后 去杀了这个蓝小部 可现在他知道 自己永远也没有了这个机会 蓝小部成立了道庭 成了道君 他平都对蓝小部来说 只是一个蝼蚁中的蝼蚁而已 获得天道规则承认 必须要有足够的道庭修士军 蓝小部对上他 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动手 两久之后 平都圣人才常常嘘了一口气 他决定不再泄露鸿蒙道座融合长生界的位置所在了 泄露了这个地方对他毫无益处 反而是坚定了将来蓝小部要杀他的决心 他现在不泄露 将来蓝小部如果找到他 他还可以有一个活命的借口 能统一大荒神界 成立大荒道庭的人 他平都惹不起 大荒神道城的道庭大殿上 蓝小部宣布着大荒道庭成立 随着蓝小部的声音落下 整个大荒神界的修士都在这天道规则下感受到了这个声音 再听到大荒道庭将有全新的律法出来 一些修为低下的修士都是激动不已 无论这律法会不会被执行 至少在公众场合不会再有以强欺弱的存在了 随着蓝小部的声音落下 无数修士其声道 恭贺大荒道庭成立 大荒蓝道君永恒 大荒道庭永恒 大荒神界永恒 蓝小部就感觉到一道道气韵环绕在深洲 在他成为大荒道庭的第一任道君之时 一方大印突兀出现在了他的手心 这是气韵道君印 蓝小部将这一方大印握在手中立即就明白过来 这是气韵阵盘的气韵大印 他用气韵阵盘镇压一介气韵 气韵阵盘衍生出来了气灵 而手中这一方大印就是气韵阵盘的气灵所画 握起手中浩瀚瀑镑镑的一介道君大印 蓝小部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激动 也许很多人都认为 他成为了道君 等他将来正道圣人后 将是整个大荒神界的第一人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想要成为大荒神界第一人还差得远 不要说别的 就是他在宇宙渡到虚空看见的那条灰龙的道泽 就远远强于他之前见过的一切天地道泽 可以想象 那灰龙来自的宇宙 无论等级会不会强于大荒神界 那边的强者都会轻松碾压大荒神界的强者 第764章大荒神界崛起 曾经的长生界 现在变成了大荒神界 作为长生界本土的宇宙 太多的人不愿意承认这个名字了 他们甚至继续以长生界来称呼所在地方 可任凭他们如何不承认大荒神界 大荒神界依然是渐渐地被人接受 作为一个宇宙 唯心称呼大荒神界所在的地方为长生界 本来就与大道不符 如果明知道是大荒神界还强称之为长生界 这是满口谎言 时间久了 不但影响自己的心性 还能影响大道 随着时间渐渐过去 就在大家要接受大荒神界的时候 突然又出来一个大荒道庭 相比之下 大荒道庭的成立 对寻常修士来说道也无所谓 更不愿意承认的都是那些站在巅峰的强者 道庭的意思 就是要掌控 给人以束缚 秋为强决的圣人们 谁愿意给自己头上带一个束缚的东西 在他们心里 自然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杀谁就杀谁 想毁灭哪个星球就毁灭哪个星球 道庭一出来 还如何按照本心形式 此刻在原本属于长生界的一处荒芜的戈壁所在 一名身材高大的长发男子哈哈大笑 果然是我兄弟 昆威这个老匹夫 还有太汉圣门 就等着被灭掉吧 等到那一天 我兄弟带着亿万道庭大军 将你小小一个圣门产成虚无 赵兄 你认识那蓝小布 听到高大男子的话 不远处一名中等身材的男修疑惑的问了一句 高大男子黑黑一笑 自然 如果不是小布兄弟 我赵公明现在说不定还在镇守通天柱 只是我没有想到昆威如此卑鄙 居然将我等风在大镜戈壁谷 这王八蛋不是好东西 听到蓝小布是赵公明的兄弟 立即就有一群人围了过来 赵前辈 我们能不能跟着你混 一名瘦弱难修搓搓手 有些期待地看着赵公明 赵公明一挥手 大家都可以跟着我混 那昆威是什么心思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来自各方宇宙 昆威想要让太汉宇宙称霸长生界 不对现在应该是大荒神界了 呵呵 那只是他做梦罢了 不要说我兄弟蓝小布现在就已经成立了道庭 就算是我兄弟不出来 我大荒宇宙强者如云 随便出来一个都可以碾压他昆威 还有我大选宇宙 圣人也不少 我昆尘宇宙圣人难道就少了 他昆威也只能背后做做这些恶心的小动作而已 一时间一轮纷纷 他们都是被太汉圣们暗算的 刚到长生界就被封在了大进戈壁谷 主要是因为太汉圣们担心 他们这些人在这种规则清晰的地方修为进步飞快 很快就可以挣到准圣圣人等级的强者 因为太汉圣们是要统一长生界的 自然不允许这些有潜力的人和他们作对 尽管将他们封在了大进戈壁谷 想要杀他们也不容易 大进是很多人来长生界都要经过的地方 但整个大进戈壁谷浩瀚无边 根本就没有边际 太汉圣们能封印住大进戈壁谷 是因为太汉圣们掌控住了大进戈壁谷到长生界的出口 而他们并不能对被封印在大进戈壁谷的修饰如何 等众人的议论声音稍微小了一些 赵公明在此说道 各位道友 现在我兄弟兰小布是大荒神界的道君 将来等大荒神界完善后 说不定还有果位出现 赵公明说到果位的时候 这里的人再也无法遏制住内心的渴望 果位啊 很多人一辈子都渴望一个果位 可惜的是 神界太过浩瀚 能获得位置的太少 在词压下众人的议论声音 赵公明继续说道 各位道友 将来我兄弟来这里的时候 肯定要和太汉圣们 甚至还有别的圣们起冲突 我建议我们现在就抱成团 将来也好帮助我兄弟一臂之力 原本激动嘈杂的声音突兀的小了下来 圣人赵公明可以 但要付出行动的话 那似乎有些过了 他们虽然被封印在大晋戈壁谷 可所有的人都清楚 长生界的实力有多强 和长生界那些圣们作对 是嫌弃自己活得太久 那蓝小布虽然成为了道君 呵呵 将来被杀的机会是九成九 长生界和一个什么不知名的不清神界融合 现在那蓝小布机灵 提前成立了大荒道庭 这算不了什么 占据先机的确是有更多的胜算 可那也要看实力对比啊 如果两者实力相差到一个质的地步 怎么胜 一旦等长生界和那个不清神界彻底融合 恐怕就是那什么到君兰小布送上小命的时候 看热闹的人瞬间就冷静下来 甚至部分人开始离开 照公明气的不清 感情这些家伙都是想要坐享其成啊 一点都不想付出 呵呵 天下哪有这种好事 赵兄 我愿意和你共进退 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 走过来一名长发男子 朋友是 照公明疑惑的看着这长发男子 大家都在退缩 他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难道不怕死 这长发男子一抱拳说道 我叫北纪 愿意相信赵兄的话 和赵兄共进退 若是我活下来了 还想请蓝道君帮我一件事 什么事情 赵公明立即问道 北纪没有半点隐瞒 我只需要蓝道君在大荒神界找到生死部 然后让我姐北庭可以轮回一次 嘿嘿 赵兄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他姐可是被十二神帝之一的明月神帝所杀 还是用钉头书杀掉的 生死不再强 恐怕也不能让钉头书所杀之人轮回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姐十有八九世神魂俱灭了 何来轮回 旁边一名男子黑黑一笑说道 赵公明一皱眉 对方愿意帮他自然是好 可他也不能让蓝小部为难 如果蓝小部找不到生死部怎么办 就算是找到了生死部 钉头书杀的人 的确是神魂俱灭啊 北济沉生说道 我既然说了这个话 就有办法 只要蓝道君愿意帮忙 成与不成我都不会怪他 当年我北济好歹也是一个有果味的小神之一 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 赵公明想到蓝小部的性格 立即说道 好 我同意了 但我那小部兄弟如果不能做到的话 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多谢赵兄 我北济不是胡缠之辈 北济公身一礼 站在了赵公明身后 赵兄 纳蓝道君会不会获得你大荒宇宙圣人的支持 如果能获得支持的话 我也加入你的队伍 又有人问道 赵公明淡淡说道 大家愿意加入就加入 不愿意加入就算了 我不会勉强任何人 至于获得不获得支持 这不是我能做主的 说是这样说 赵公明心里百分之百的肯定 大荒宇宙的那些圣人 大部分都不会支持蓝小部 蓝小部这样一个草根出身之人 想要获得曾经站在宇宙巅峰的圣人支持 无意识吃人说梦 那些圣人都只会算计而已 可惜的是算来算去一场空 长生界的那些强者都是各自盘算 蓝小部却开始整顿整个大荒神界 一些垃圾宗门 直接给抹去 所有的神城都加入了大荒道庭颁布的律法 所有的神城 神角 方式都有禁神司存在 任何修士 无论你是什么来头 强者为尊的时候已过去 只要你在大荒神界的地方 你就要遵守大荒道庭的律法 一切违法行为 都会被禁神司裁决 在大荒神界 禁神司的作用可不仅仅是维护秩序和缉拿恶徒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功能 那就是大荒神界可以告状了 任何修士 只要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都可以去禁神司上诉 只要禁神司调查属实 那你就会获得你应得的公平 这一系列的律法掌控下来 整个大荒神界的秩序为之一变 再也不建议强凌弱 强买强卖 见好就强 一言不合直接杀戮的场景 至于曾经有的已杀到修炼的杀戮修士 更是销声匿迹 因为你只要出现 立即就会被禁神司斩杀 一旦到了禁神司 就算是你能侥幸保命 那也没有了多少前途 禁神司中最轻的是关押 很多重行都是废去修为 废去时还甚至是直接斩杀 没有宗门可以站出来反对 站出来反对的都被大荒道庭的 道庭军干脆的抹去 不仅如此 存在于大荒神界的宗门 必须要报备大荒道庭 获得大荒道庭的允许后 你才可以开宗立派 开宗立派后 宗门之内一样要遵守大荒道庭的律法 否则的话 这个宗门是不允许存在于大荒道庭的 因为有鸿蒙道则不断完善 大荒神界的天地规则 甚至长生界的气息 也渐渐开始和大荒神界融合 这让大荒神界的天地气欲凝聚 神灵气也日渐丰厚 大荒神界能修炼的地方越来越多 没有了无端杀戮 只有日渐公平的修炼环境 大荒神界是越发展越快 一些天才弟子不会在最初的时候就被斩杀 让他们迅速崛起 大荒神界的实力 也随着大家的修为提升而飞速提升 第765章 班优 大荒神道城被蓝小布植入了十条极品神灵脉 和一百条上品神灵脉 这些神灵脉形成了一个连环聚灵神阵 只要大荒神界在不断完善 神灵气在不断增加 蓝小布植入的这些神灵脉就不会哭泣 会源源不断地给大荒神道城提供神源 尽管大荒神道城扩大了十倍都不止 但这么多神灵脉植入下去 大荒神道城依然是整个大荒神界神灵气最浓郁的地方 没有之一 随着大荒神界日渐稳定 大荒神道城也是越来越繁华 仗义的修饰涌入大荒神道城 就算这样 大荒神道城依然是不显得杂乱 无数的修饰 都为在大荒神道城拥有一个洞府而自豪 大荒神界在道庭成立后 蓝小布更是颁布了一个律法 那就是在整个大荒神界都布置法禁大阵 这法禁大阵不会监控任何人的隐私 或者说就算是监控了你的隐私 也不会记录下来 法禁大阵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记录下所有犯禁的人和事 然后将这些信息传给禁神司 不仅如此 这些犯禁的人和事 也会在大荒神界各大神城最大的广场监控坪上滚动播出 这样一来 任何细小的范进都会被所有人看见 更是让大荒神城的修饰不敢随意乱来 作为大荒道庭的道君 蓝小布的洞府自然是在大荒道庭大殿所在的位置 蓝小布不会借助大荒神道城的神脉修炼 他自己的洞府下就另外植入了一堆神灵脉 只是这些神灵脉植入后 蓝小布并没有立即开始闭关 他甚至是有些不安 按照道理说 他成立了大荒道庭 柳离和鱼措应该知道才是 可事实上 这么多天了 他也没有收到柳离和鱼措的消息 如果说柳离和鱼措消息没有收到 或者是因为相聚大荒神道城太远 无法传来消息 蜡仔近尘和念以及温可书 木桐珠也没有消息 这就有些古怪了 大荒道庭成立 他们绝对会知道的 等了一些时日没有消息后 蓝小布让柳志负责寻找几人的消息 军屋持续整顿大荒道庭 他自己则是开始闭关 大荒道庭的事情很多 十大道庭军 现在只是满了两个道庭军 但蓝小布不得不将这些事情丢下来 他必须要提升自己的修为 鸿蒙道则融和长生界不知道需要多久 有一点蓝小布可以肯定 一旦等长生界彻底被融合 那大荒道庭将会暴露在曾经长生界所有的强者眼皮底下 如果他还是以现在的修为出现 那他不要说死 他甚至连怎么死的选择全也没有 所以对蓝小布来说 最好是在那长生界被彻底融合到这一方宇宙之前 他能正道准胜成功 大荒神界的天地规则日渐完善 蓝小布作为一介道君 气韵加深 又有混沌气息和极品神灵脉纯粹的神员单提供 只是短短两年时间 蓝小布的修为就来到了神王五层 两年后 大荒神界的天地规则愈发清晰 蓝小布的修为进步更快了 可蓝小布没有半点欣喜 他很清楚 等到大荒神界的天地规则彻底完善 那就是他最艰难的时候 本来他身边还有一个秦旭席 现在连秦旭席都不在了 事实上蓝小布也清楚 就算是秦旭席在这里 怕也是起不了什么用处 至于他的数千万道亭修士君 在圣人面前 恐怕也只是凑凑数字罢了 讲到这些蓝小布就再也无法安心修炼 他要去鸿蒙道泽那边看看 最好能让鸿蒙道泽演化天地规则 完善大荒神界的速度减缓一些 道军 蓝小布刚刚走出道军洞府 坦苦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坦亭柱 你怎么过来了 蓝小布很是疑惑 坦苦掌控一军 是大荒神亭的第二亭柱 按照道理说坦苦是非常忙的 有什么事情见他 也只需要派人过来就好 坦苦亲自赶来 这似乎有些不对劲 大荒到亭成立后 作为蓝小布手下仅有的几个神王 坦苦事情可是比蓝小布多多了 但他非常高兴 也庆幸自己选择没有错 否则的话 他坦苦和德和能 能成为大荒到亭的第二亭柱 大荒到亭的亭柱 这可不是简单的身份 一旦等大荒神界彻底完善 大荒到亭和天道相合 他坦苦可是有很高果位在身的 那个时候 他之前根本不敢想的东西 将会被他获得 再说了 作为道亭亭柱 他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形式 至少在大荒神界 他坦苦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炼去做事 辛苦是辛苦一点 只要前期这段时间过去了 后面就会轻松许多 道君 你让我们盯着那个申不清 有线索了 坦苦急忙说道 申不清找到了 蓝小布惊喜地问道 他在什么地方 蓝小布不敢随便离开大荒神道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申不清 尽管申不清和冷清蝶都在情绪吸手下受重伤 可这两个家伙可不简单 一个是圣人 一个是准圣 哪怕这圣人在蓝小布眼里 连部分准圣都不如 但事实上他们的实力的确是可以在大荒神界横扫 一旦等着申不清伤事消失 来到大荒神道城闹事 他的大荒道亭还不够对方折腾的 有人发现申不清在碑林出现过 因为现在大荒神界的天地规则日渐完善 碑林也渐渐清晰 不再和以往一般模糊 碑林也不好藏了 坦苦说道 好 蓝小布点点头 他一定要去碑林 虽然他的修为还才是神王五层 不过他借助正道手段 人又在暗处 干掉还在重伤中的申不清和冷清蝶应该还是可以的 道君 我和你一起过去 再叫上军屋停住 坦苦之道蓝小布肯定会出手对付申不清 蓝小布一白手 不 如果你们和神了 倒是可以和我一起过去 现在你修为还低 去了起不了什么作用 还会增加暴露的机会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大荒神界好歹也是我蓝小布的地盘 他申不清还不能拿我怎么样 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是将手中的事情完成的差不多了 立即闭关修炼 争取早点跨入和审进 坦苦对蓝小布的话是没有半点怀疑 他立即就应试 蓝小布用气韵阵盘镇压一届气韵 哪怕不是申不清的对手 也可以借助镇压气韵的阵盘挡住申不清 还有 卑林的位置比较复杂 那申不清毕竟曾经是一个伟圣人 所以我回来的时间不定 如果我短时间没有办法回来 你和军屋一定要掌控好大荒道亭 不要让不安分者出现 那申不清我肯定会缠住 然后干掉他 除了申不清之外 还有一个家伙我担心 就是那个戴飞饶 这个女人当初就是和神静了 我怕这个女人再回来 你记住 一旦这个女人回来了 我在大荒神道城布置了连环的困杀神阵 你用神阵干掉对方 蓝小布又叮嘱了一句 道君放心 只要我坦苦还在 大荒道亭就不会有半点事 坦苦大声回答道 蓝小布又找君屋等人交代了一些事情后 这才离开道军洞府 他没有立即去碑林 而是去寻找莫小溪 莫小溪的传承很不一般 在大荒神道城安定下来后 修为进步迅速 上次蓝小布见到莫小溪的时候 莫小溪的修为已是神君后期 以莫小溪这种修为进度 在神灵气浓郁的大荒神道城 也许很快就可以修炼到神王境 对莫小溪来说 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疯狂闭关修炼 他很感激蓝小布 将他从大冤神门救出来不说 还让他留在大荒神道城修炼 虽然木童珠走的时候他知道 甚至知道温可叔姐姐也和木童珠一起走了 可他却不是那种喜欢折腾的性格 他宁可留在大荒神道城修炼 而事实上他没有错 在大荒神道城 他的修为是一日千里 不仅如此 蓝小布大哥也再次回到了大荒神道城 他父亲曾经和他说过 有些事情不要刻意去追求 只要有缘 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他很清楚温可叔姐姐是去寻找小布大哥的 可他都见到小布大哥了 可叔姐姐反而是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空 丹田之中神缘奔腾 道运在深周清晰的犹如石质一般 墨小西激动的站了起来 他要去渡劫了 小布大哥真是有本事 短短时间 就让大荒神界如此繁华 就连他 现在都要渡世界神雷姐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的静置被扣动 墨小西神念扫出去 随即就惊喜的一步跨了出来 将静置打开 小布大哥 你怎么来了 蓝小布看着墨小西神君圆满的道运气势 很是满意的点头说道 不错 短短时间就神君圆满了 看样子你要出去渡劫成为世界神修士了 墨小西赶紧说道 这一切都是小布大哥给我的 如果不是小布大哥 我现在还只能困在患女宫中 蓝小布拿出一枚戒指递给墨小西 小西妹子 你先出去渡劫 等渡劫后 我有些事情要和你说一下 第766章寻找身不清 大荒神道城外 蓝小布布置好聚灵神阵后 只是半天时间 墨小西就引来了世界神雷结 大荒神借天地规则日趋完善 加上天地神灵气也渐渐浓郁 如果有机会在大荒神道城修炼 那更是一日千里 所以最近在大荒神道城外 杜劫的修饰比比皆是 墨小西杜劫 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在意 因为就算是看见别人杜劫 也不能去打闷棍 眼下大荒神庭的律法可步是开玩笑的 只要你敢对一个杜劫修饰偷袭 下一刻就有近神思的强者将你抹去 墨小西的功法非同一般 加上这个地方神灵气浓郁无比 世界神的四九雷结对墨小西来说 根本就没有造成多少伤害 雷结过去 墨小西稍微稳定了一下自己的胸围 换了一身衣服就来到了蓝小布这边 多谢小布大哥为我护法 我已晋级到了世界神 虽然极力克制 可墨小西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激动的 在大荒神界 世界神已经是强者中的强者 蓝小布点点头 你的功法非同一般 理运也不错 相信你跨入神王境也是要不了多久 嗯 小布大哥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激动之于墨小西心里多少也有些忐忑 他不知道蓝小布来找他是什么事 蓝小布说道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跟你说 因为你那个时候修为比较低 就是你关于父亲墨秋的事情 小布大哥你知道我父亲的消息吗 墨小西激动的看着蓝小布 尽管他将蓝小布当成自己的大哥 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那只剩下父亲墨秋了 蓝小布说道 你父亲当初为了融合即将溃念的五大宇宙 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在他即将成功的时候 被人暗算 我正好在无语仙界 遇见了你父亲的肉身 就将他带在了身边 说话间 蓝小布取出一个小世界地给墨小西 墨小西颤抖的接过小世界 当他的神念落在小世界中父亲的身上 眼泪再也无法忍住 父亲被冰寒冻结 早已没有了生机 蓝小布连忙说道 你不用太过担心 你父亲是有机会活过来的 我在给你的戒指里面有一点鸿蒙生息 你回去后 将鸿蒙生息放在你父亲旁边 记得最好将你父亲从小世界拿出来 就在你的住处找一个单独的房间存放 依你父亲的实力 只要还有一点意念 在大荒神界天地规则衍生的大好机缘之下 就有机会活过来 当然 如果实在是活不过来 也不用担心 你父亲的实力至少是一个圣人 他肯定可以去轮回的 墨小西攻身一礼 多谢小布大哥 我先回去了 蓝小布知道墨小西想要去看看 能不能救他父亲 点头道 你回去吧 好好修炼 将来大荒神界可能要处于动乱之中 你修为强一些也可以帮一些忙 不用蓝小布说 墨小西也清楚 修为对他意味着什么 因为没有修为 在大冤神轮过着不见天日的时光 现在他每时每刻都想着 要提升自己的实力 纵走墨小西 蓝小布没有再回神道成 他寄出了轮回锅前往悲灵 真不清这个老东西不干掉 他时刻都不会心安 轮回锅速度太快 在没有全力飞行的情况下 短短半天时间蓝小布就出现在了 碑林之外 碑林之外的那一条深深的 沟河渐渐消失不见 现在蓝小布能看见的 只是一条宽不到一丈的深河 可以想象 随着时间流逝 大荒神界的天地规则日渐完善 这条虚空深河会渐渐被填平 碑林外面的一层白雾也薄弱了许多 几乎都要消失的地步 现在大荒神界到处都是修炼的好地方 碑林很少有人来了 蓝小布在碑林外面看见了多个监控神阵 他暗自点头 近神司还是很负责的 连碑林外都布置了各种监控神阵 估计发现深不清 也是这些监控神阵起了作用 近仙司只是知道这些监控神阵监控到了深不清的踪迹 却并不知道深不清到底在何处 这对蓝小布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 深不清只要在碑林修炼和疗伤过 就会留下大道气息 以他气运到数对大道的感知 绝对可以感知到一个圣人修炼的气息 因为在碑林这个地方 能修炼的圣人只有深不清 无论他是真圣还是伟圣 在大荒神界来说都是只强者 卑林中的各种天然静置 对现在的蓝小布来说 几乎没有了半点阻碍 在卑林之中 蓝小布只是用了两天时间 就感应到了一丝细微的大道波动气息 这种大道波动气息绝对超过了和神境 大荒神界的和神强者 几乎是屈指可数 既然卑林中出现了这种波动气息 那时有八九是深不清 蓝小布一边运转功法周天 一边快速顿往这气息波动的方位 以蓝小布现在的实力和正道手段 现在在卑林中顿走 几乎是没有任何陷阱可以影响到他 半天后 蓝小布停了下来 他面前所在的位置是石刀神宗 石刀神宗被小允命树灭掉的 当初他还在这里修炼过 后来因为大毁灭树的毁灭气息 石刀神宗渐渐溃灭 如果毁灭气息继续存在 可以肯定 随着时间流逝 石刀神宗甚至卑林都会被大毁灭树的毁灭气息给毁掉 也是那个时候 他从石刀神宗进入了被毁灭掉的羽昆神界 并且用自己的大毁灭树 彻底将这里的毁灭气息吞噬掉 因为这件事他离开了大荒神界许多年 不久前才刚刚回到大荒神界 现在这里的毁灭气息没有了 石刀神宗自然是不再溃灭 不过与昆神界被毁掉的虚空深渊 短时间内还不会恢复 感受着大道气息竟然是从与昆神界被毁灭后的虚空深渊传来 蓝小布暗道 难道身不清和冷清迭躲在这虚空深渊疗伤 蓝小布一边隐匿自己的身形 一边刻画这虚空阵纹 让蓝小布疑惑的是 无论是在石刀神宗还是在虚空深渊 那淡淡的大道气息都没有变强也没有减弱 这就不对了啊 修炼的时候 大道气息肯定是越靠近修炼者越强 越离修炼者远的地方就越弱 从远到近 大道气息全部是一样 这不符合常理 蓝小布回到石刀神宗神灵气最浓郁的地方停下来 当初他和木桶珠也在这里修炼过一段时间 如果身不清要疗伤 或者是选择修炼 必定会选择在这里 在这一片蓝小布神念来回搜寻 一个时辰过去也没有找到半点有价值的东西 蓝小布吸了口气 他双手眷起烦傲的首诀 准备施展回溯神通 当初驱鹏可以回溯时空 他蓝小布也不是不会 只是当初他修为D而已 现在他是神王五层 以他的大道 完全可以施展回天反日神通 回天反日是天刚变36神通中的顶级大神通之一 修为极为高深的时候施展回天反日 可以洞察诸天 变照炎幅世界 亿万横杀界 剑在蓝小布修为D下 让时空显现这一方空间过去发生的事情 还是可以做到的 到运流转间 蓝小布深浅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虚空镜像 这里没有人烟 所以虚空镜像很是空旷 但很快蓝小布就感觉到了 两道人影从他所在的这一方虚空镜像中掠过 蓝小布停止了继续施展回天反日神通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与昆神界所化的虚空深渊中 那人影顿走的方向 就是这虚空深渊 小心地回到虚空深渊边缘 蓝小布再次开始施展回天反日神通 又是两个时辰过去 这次蓝小布看见两道人影从虚空深渊顿出 化为两道影子冲向了石刀神宗外面的地方 蓝小布虚了口气 吞下一枚丹药施展回天反日神通 太过消耗自己的神念和神源 接连施展两次 对蓝小布来说 已经是非常吃力 从这两次回天反日神通的镜像看 这两个人从石刀神宗离开 进入了虚空深渊 但进入了虚空深渊后 这两个人似乎感觉到不好 然后又从虚空深渊出来了 如果这两个人是身不清和冷清叠的话 那他们应该去什么地方 不对 这两个人百分之百就是身不清和冷清叠 他们之所以进入虚空深渊后马上就出来 是感觉到在虚空深渊不安全 既然在虚空深渊不安全 那在悲林一样会不安全 深不清是如何知道在这里不安全的 蓝小布的目光落在了悲林之外 悲林外面的监控神阵他一来就看见了 可以想象 哪怕深不清在受伤 也不是瞎子 监控神阵能发现他深不清 深不清一样能发现监控神阵 蓝小布开始假想 加入他发现了监控神阵后会做什么 肯定是远离悲林啊 而深不清和冷清叠依然是在这里留下了大道气息 甚至还将大道气息流到虚空深渊去了 可见两人进入虚空深渊再出来 不是觉得里面不好再出来的 而是有意来误导他 大荒神界都是他的 到处都是他手下人布置的监控神阵 深不清和冷清叠在悲林都会被监控到 去了别的地方 不一样可以被监控到吗 想要不被找到 他们应该去什么地方 蓝小布皱着眉头 紧紧一注相后 蓝小布忽然明白过来 他心里大急 毫不犹豫地祭出轮回锅 飞速冲出悲林 第767章 守株带了个兔 整个大荒神界都是他蓝小布桶之下 他还颁布了律法 在整个神界布置各种监控神阵 这种情况下 深不清和冷清叠 无论躲到何处 都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有一句话叫着灯下黑 如果是他的话 他肯定会躲到大荒神道城去 以深不清和冷清叠的修为 就算是重伤了 想要骗过大荒神道城的守卫 躲进大荒神道城 还是很轻松的 深不清和冷清叠躲在大荒神道城的危害性 可想而知 随时都可以起来造反啊 但深不清和冷清叠躲在大荒神道城 还不是最可怕和危害最大的 危害最大或者是最可怕的是 这两个人躲到鸿蒙道则下去 鸿蒙道则正在演化两界之间的天地规则 将长生界融合到大荒神界来 深不清和冷清叠躲到鸿蒙道则下 不但伤势恢复很快 还能捏住大荒神界的七寸 鸿蒙道则是可以将人传送到长生界的 秦旭西就是通过鸿蒙道则被传送到了长生界 如果深不清和冷清叠躲在鸿蒙道则下一边感悟 一边疗伤等出现危险的时候 立即就通过鸿蒙道则进入长生界 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自从他发现鸿蒙道则到现在 鸿蒙道则一直都在完善大荒神界的天地规则 并且将长生界融合进来 期间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很有可能是长生界的强者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找到鸿蒙道则的位置 至于为什么没有找到 他也不明白 唯一的可能就是当初那个借助鸿蒙道则 剥夺大荒神界气韵的家伙被他干掉了 这才导致没有人知道鸿蒙道则在何处 若是身不清进入长生界后 将鸿蒙道则的位置泄露出去 无论是有强者通过鸿蒙道则来到大荒神界 还是有强者强行阻止鸿蒙道则继续完善大荒神界 这都不是蓝小布想要看见的 最让蓝小布担心的是 有强者会想要夺走鸿蒙道则 尽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可万一有这种人出现 那将会如何 比如他 他本身的实力是无法拿走鸿蒙道则 可一旦他对鸿蒙道则起心了 就会通过宇宙为魔构建为魔结构 然后通过为魔结构弄走鸿蒙道则 他有宇宙为魔 谁知道浩瀚宇宙之中 有没有和宇宙为魔同等的宝物 所以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身不清进入鸿蒙道则范围之内 蓝小布感觉自己还是太粗心了 当初他虽然布置了各种连环神镇将鸿蒙道则隐秘起来 可他却没有想到布置几个警示镇 只要有人进入鸿蒙道则 就会被警示 这次轮回锅的速度激发到了极致 仅仅一个多时辰 蓝小布就回到了大荒神道城之外 鸿蒙道则所在的神镜和护镇都是安然无恙 不过蓝小布不敢大意 无论身不清是不是进入了大荒神道城 他都必须继续加固鸿蒙道则外面的隐秘神镇和护镇 蓝小布没有去大荒神道城 直接冲进了自己封印的鸿蒙道则之内 一进入护镇 蓝小布就松了口气 因为他肯定身不清没有进来 无论身不清是不是进入大荒神道城了 至少有一点 身不清还没有来过这里 鸿蒙道则连接在大荒神界的位置道光流转 无穷无尽的天地规则被衍生出来 然后冲测到整个大荒神界之中 持续完善着大荒神界 为了挡住这鸿蒙道则 蓝小布在这里至少布置了九道隐秘禁制 还布置了十几道困杀禁制和绞杀神镇 至于虚空幻阵和虚空困杀神镇 更是一个连着一个 如果不懂阵道 就算是圣人进来了 也会被虚空幻阵绞杀 之前蓝小布觉得这里已是万无一失了 现在他觉得依然不够 他应该将自己的阵道水平提升到七级神镇王 然后将这里所有的阵法 全部提升到七级神镇的层次 不仅如此 他还要想办法阻拦住 鸿蒙道则连通长生界的空间道则 否则的话 有人从长生界传送过来 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一道道虚空阵文被蓝小布再次布置出去 他一边感悟阵道一边借助宇宙为魔构建 鸿蒙道则的维魔结构 他的实力和阵道有限 是无法彻底遮蔽住鸿蒙道则的 如果能借助宇宙为魔构建的维魔结构 通过鸿蒙道则自身的规则将鸿蒙道则彻底遮蔽起来 那就万无一失了 数天时间过去 因为蓝小布一心要冲击七级神阵王 在这鸿蒙道则之下 蓝小布的阵道水平是直线上升 到了后面 蓝小布为了更清晰的感悟阵道 甚至化身了一枚神器阵旗 这天蓝小布继续构建一道虚空绞杀阵文的时候 忽然感应到阵文微微有触碰的痕迹 蓝小布一经 随即这一方空间所有的情景全部出现在他的意念之下 一男一女正站在他的困杀神阵之中 不仅如此 还在缓慢的接近鸿蒙道则所在方位 蓝小布从空间的气息波动可以感应到对方的道运波动 这两人绝对就是身不清和冷清爹 身不清能进入他的虚空护阵 阵道水平已超过了六级神阵大师 是一个十打十的七级神阵王了 对方之所以没有发现他除了不是很懂虚空阵道外 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已形成了一件镇压镇心的中品神器 在他的这个神阵群中镇压镇心的中品神器多达上百件 蓝小布停止了动作 他神念都没有去触碰身不清 而是准备给这两人来一顿大餐 身不清和冷清爹的伤势很重 现在身上的气息都无法稳定下来 甚至散发出只有和神静的道运 蓝小布暗自感激秦旭熙 如果不是秦旭熙 就算是他有数千万的道庭大军 再有连环的虚空神阵 也无法奈何身不清和冷清爹 身不清的阵道水平非常了得 只是短短时间就找到了 他是多个困杀神阵的阵心所在 好在对方对虚空神阵这一块不是很精通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破开他任何一个虚空神阵阵心 只是这家伙怎么会比自己后来 蓝小布念头转了一下就醒悟过来 他是轮回锅 从悲灵到这里只是短短小半天时间 如果是寻常的上品神器 从悲灵到这里时间可就不是半天了 哪怕身不清道运强大 神念身后 也需要多天的时间 才能到达大荒神道城之外 金哥 这个蓝小布居然能布置起来这么多高级神阵 不会是哪一尊大神转世吧 震道这个东西 耗费的时间可一点都不比修炼少啊 他如此年轻 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感悟震道 那女子的声音传来 如何婉转 蓝小布没有看他的容貌 只是听他的声音 就感觉这个女人很漂亮 真不清呵呵一笑 就算是他是大神转世又如何 我们打听得很清楚了 这个蓝小布现在修为不会太高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世界神而已 哪怕你我现在重伤 要对付一个世界神也不需要多担心 更何况 他的这些神正在我眼里 就和小孩过家家没有任何区别 勉强是一个六级神阵大师罢了 真不清这话是有些违心了 蓝小布的这些六级神阵布置的 都是极为完美 每个都是毫无破绽可言 换句话说 如果他身不清不是一个七级神阵王 他根本就无法破开蓝小布的 这些六级神阵 事实上就算如此 身不清破开的也只是 正齐布置的六级神阵 蓝小布借助虚空阵文布置的 六级虚空神阵 身不清是一个都没有破开 之所以到现在没有发现 是因为蓝小布人在这里 他没有激发这些虚空神阵 我担心他能布置六级神阵 很有可能不是世界神了 冷清蝶犹豫了一下说道 真不清淡定说道 清蝶 你太高看这个家伙了 这个家伙其实已算是非常逆天了 按照我们打听到的消息 他刚到大荒 不清神界的时候 才是一个玉神境而已 这才多少年 我将他看成一个世界神 是高看他许多了 事实上这些年 他能从玉神境修炼到神君 就算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加上大荒神界资源如此匮乏 他凭什么能超过世界神 冷清叠叹了口气 没有说什么 深不清想要将大荒神界撇开 可他已是不由自主地将大荒神界 当成了这一界的名字 不过深不清说的也对 这才多少年 任何一个人哪怕修炼资源再充足 能从玉神境修炼到神君境 就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更何况深不清将对方看成了一个世界神 这不算是高看了 而是有一把高了几个层次 经歌 我看见了鸿蒙道泽 鸿蒙道泽演化出无数天地规则 甚至很快就要和大荒神界融合一体了 冷清叠激动地教道 深不清也是激动不已 清叠我们在这里不但可以疗伤 还可以感悟鸿蒙道泽 我们早就应该来了 冷清叠咙了一声 语气也带着一些激动 现在来也不晚 到时候我们就通过鸿蒙道泽进入长生界去 那蓝小布再厉害 总不能追到长生界去 深不清哼了一声 等我伤势康复后 我何必离开 那蓝小布算什么东西 也敢抢我的不清神界 我要将属于我的地方驳回来 还有这鸿蒙道泽 咦 第768章打开尾声世界 怎么 清歌 冷清叠颤抖声音问道 从离开悲林后 他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所以精神时刻都紧绷着 深不清的声音也凝重起来 我发现这里除了我们能看见的神阵之外 还有一些虚空神阵 这虚空神阵的等级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清歌 我们赶紧退走吧 我总觉得这里有些诡异 冷清叠声音愈发颤抖 真不清一摆手 不用担心 好歹我也是一个七级神阵王 虽然无法布置虚空神阵 对虚空神阵也接触过 只要给我几天时间 我相信这里的虚空神阵我能弄清楚 等我弄清楚后 我一样可以布置出来虚空神阵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 再说了 这个地方一览无余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躲在这里 既然是我先来这里 等我弄清楚了这里的神阵 我就是这里的主人 冷清叠吸了口气 声音稍微好了一些 清歌 我担心你触碰到虚空神阵后 会被人察觉 然后将我们围住 你我的伤毕竟都没好 甚至还很重 真不清呵呵一笑 这叫灯下黑 我们越是躲在这个地方 对方越是想不到 还有就是大荒神界最强的能有多强 几个神王罢了 蓝小步虽然笼络人心有一套 可他的修为更是不值一提 深不清的声音陡然止住 他感觉到一种极度的危险席卷过来 这甚至都波及到他的小命了 赶紧退出这里再说 深不清身形移动 就要冲出这一方空间 可是下一刻 他就恐惧起来 周围空间全部是被激发的虚空困杀神阵 这些虚空困杀神阵形成了连环阵群 无穷无尽的空间杀伐气息席卷过来 这一刻将他的生存空间几乎挤压到没有了 金哥 冷清蝶同样是脸色煞白 连环的虚空困杀神阵激发 他知道完了 不用担心 这虚空困杀神阵只是被激发了而已 对方就算是要来到这里 至少要几十个呼吸时间 我有把握离开 啊 深不清话音未落 一道可怕的沙芒就穿过了他的后心 直接将他定在了对面的虚空神阵之上 一道雪光炸裂开 深不清感觉到原神都要离他而去了 此刻他被定住 困杀神阵中的困杀刃芒席卷过来 在他身上卷起一蓬蓬的雪雾 他是一个七级神阵王不错 给他时间他的确是能破开这里的六级虚空神阵也不错 但那有一个前提条件 要别人给他时间才是 不要说几十秒 现在蓝小布连半息时间都不会给深不清 看着深不清被自己的七阴挤钉住 蓝小布也是有些诧异 他准备好的神通居然没有用上 这深不清看起来道运还像个样子 却没有想到是外强中干 根本就不堪一击啊 随即蓝小布就明白过来 这家伙是重伤到连一个合神阵都不如了 在自己的连环虚空困杀神阵中 就算是合神阵 也只能束手被杀 你 深不清盯着突兀出现的蓝小布 他此刻哪里还不知道 之前蓝小布就隐匿在虚空神阵之中 可笑的是他丝毫都不察觉 蓝小布没有理睬深不清 转向一边脸色煞白的冷清蝶 你不用退后 因为你这点倒横 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 原本还在一点点往后退的冷清蝶 下意识的停了下来 只是没等他说说话 又是一道长枪突兀寂出 这一杆长枪将冷清蝶 同样定在了一个虚空神阵之上 看见被自己盯住的两人 蓝小布总算是松了口气 这两个人被他盯住 又在自己的虚空连环困杀阵内 这两人就算是有通天的本事 也别想逃走 蓝小布深不清冷静下来 他有些后悔 不应该来到这里 更下黑理论对别人也许有用处 可对蓝小布这种人就难说了 冷清蝶颤声说道 蓝道君 我和不清也是大荒神界的子民 这次算是冒犯了道君 还请道君看在我们是 不等冷清蝶将话说完 蓝小布直接打断了冷清蝶的话 你一个连道旅都可以背叛的见惑 别在我面前废话 葬了我的耳朵 蓝小布打心底里看不起冷清蝶这种女人 无论中双语如何谋算不清神界和天莫神界 他对冷清蝶应该都是全心全意的 如果不是全心全意 就不会将后背给这个女人 偏偏这个女人暗算了他 和深不清这种人搅合在一起 这是等于火同间赴暗算身边人 深不清深深的吸了口气 尽量放缓自己的语气说道 蓝道君 我好歹也是不清神界曾经的道君 现在我愿意让初步清神界 呵呵 你还没有睡醒吗 要不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不对 应该是让你神魂剧灭才对 蓝小布同样干脆的打断了深不清的话 如果不是还有几个问题要询问这两个家伙 他早就杀了 深不清赶紧说道 只要蓝道君放我一次 我愿意告诉蓝道君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知道一个神灵脉山 那里至少蕴含着上百条上品神灵脉 和不下于十条的极品神灵脉 如果蓝小布一直是生存在这个地方 那上百条上品神灵脉和十来条极品神灵脉 足以让他惊掉下巴 在大荒神界 一条下品神灵脉 都是无上的修炼资源 不要说上百的上品神灵脉 还有极品神灵脉了 可惜 这些在现在蓝小布眼里 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实在是他见过的世面太多了 自己身上的上品神灵脉和极品神灵脉 加起来就有七八百条 蓝小布手一张 一道刃芒划过 伸不清的两条腿犹如豆腐一般被切断 虚空神阵中冲出一团火焰 将深不清的两条段腿全部燃烧殆尽 一直在想着蓝小布为何会躲在这里 他没有发现的深不清 脸色刷的一下变得苍白无比起来 从一个小修到掌控不清神界 他深不清一直都是站在圣者的位置 什么时候落到这种下场了 死亡的压抑气息传来 深不清颤抖声音说道 蓝道君冷清蝶是极品女人 我敢保证整个神界找不到第二个能和他相比的女人 他会让你忘记一切烦忧 可以带给你最大的享受 只要你放过我一次 我愿意告诉你如何掌控他 让他死心塌地成为你的人 冷清蝶不敢相信的看着身不清 他也怕死 可他没有想到自己挑来选去的人居然是这样一个货色 要知道这还是他被判到屡挑选的 这一刻冷清蝶想到了众双语 此时他才明白 对他最好的人是被他暗算掉的 深不清给了他什么 精神上的满足感还是地位上的满足感 或者是别的 跟随在众双语后面 没有谁敢对他有半点不尊 跟在深不清后面 一直在东奔西跑 不是在逃命就是在逃命的途中 蓝小步扫了一眼一脸灰败的冷清蝶 冷冷说道 两个贱人无需在我面前秀什么 快点告诉我 当初你们是如何暗算秦旭熙 而秦旭熙是如何通过鸿蒙道泽离开的 我愿意告诉你 只要你能留我 深不清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两道风润又切断了他的左右臂 手臂落下再次被火焰灼烧掉 在这个地方 还敢和他谈条件 真是不知死活 鸿蒙道泽衍生天地大道的时候 每过一段时间会有空间规则漩涡出现 当初我们暗算秦旭熙 秦旭熙反击我们后 不小心退到了那空间规则漩涡中 他就是进入了那空间规则漩涡 这才被卷走 出乎蓝小步预料的是 冷清蝶毫不犹豫地将当时的情况说了出来 蓝小步倒是压抑地看了一眼冷清蝶 他没想到自己还没有单独问这个女人 对方就主动说了 不过就算是这个女人主动说了 他也要杀这个女人 清蝶 你 身不清完全没有想到 对他摆一摆顺的冷清蝶竟然在这个时候反水 冷清蝶冷冷地盯着身不清 我是瞎了眼 当初你无情抛下胡青家断后的时候 我就应该清醒过来了 我恨我不争气 冷清蝶没有继续说下去 转而看向了蓝小步 蓝道君 我希望你能让这个人死在我前面 蓝小步呵呵一笑 看在你先告诉我怎么借助鸿蒙道泽离开这里的份上 我同意了你的请求 蓝道君 我有别的事情 无论身不清如何叫 蓝小步已经是一巴掌拍在了身不清的眉心上 一道道大道规则凝练出来 只是短短时间 身不清眉心处就出现了一个虚幻的道门 冷清蝶呆滞的看着蓝小步的动作 他嘴唇都在哆嗦 蓝小步的修为肯定不止世界神 可也没有到准圣的境界 就算蓝小步是和神 可一个和神也不能随随便便打开身不清的世界啊 身不清可是圣人 尽管冷清蝶知道身不清这个圣人很假 现在更是重伤后胸围跌落 可身不清的胸围在跌落 圣人的世界也不是谁都可以打开的 可他看见了什么 一个神王正在打开身不清的世界 虽然现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打开 可按照蓝小步的这种进度 打开身不清的世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第769章就是这一刻 时间慢慢的流逝 蓝小步的手上的法觉越来越繁杂 就是蓝小步也暗自感叹 他虽然是神王静了 可要打开一个尾胜的世界 还是有些吃力的 不过在吃力 这个世界依然是渐渐的被他撕开 咔嚓 一声清脆规则裂响 一个虚空大门出现在蓝小步的面前 蓝小步被里面的东西惊呆了 他不是没有见过好东西的人 相反 他身上的好东西比很多圣人都多 可身不清的世界 还是刷新了他的认知 虽说这里面没有多少宇宙级别的宝物 但里面的东西对他的帮助恐怕不会比那些宇宙级别的宝物小 甚至更大 在身不清的世界中 从一级到九级的神级材料都是一堆堆的 神灵草药源不是一块块的 而是一座座 一个药源就是一座山 这里连绵的山峰 不知道有多少药源存在 身不清的这个世界 几乎都和一个寻常的星球差不多了 神灵脉虽然少一些 也有几十条上品和中品神灵脉 蓝小步甚至看见了一堆神源丹 也至少有数百万之多 这可是神界最紧缺的修炼资源 市面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冷清爹看着这一堆堆资源的世界 他就感觉自己眼睛瞎得厉害 平时修炼的时候 身不清总是大度的说要将修炼资源给他先用 可现在他才知道 这有多可笑 身不清给他的那些神经 在身不清的世界里面 连垃圾都算不上 蓝小步伸手一抓 一道手印抓出一个元魂 蓝道君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杀了我的元神 灭掉了我的肉身 这只是我的一点残魂而已 这元魂被蓝小步抓在手中 声音是真的充满了恐惧 也许他清楚 这点元魂在被蓝小步杀掉 他身不清将彻底从这一方宇宙消失 之前他虽然恐惧 但还没有彻底绝望 那是因为他肯定蓝小步打不开他的世界 只要他的世界还在 哪怕蓝小步将他肉身和元神都毁了 他还有机会再次回来 蓝小步呵呵一笑 到活卷起 这一道元魂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就被蓝小步化为鸡粉 这让蓝小步很是感慨 圣人的确是难以杀掉啊 就算是杀了对方的肉身 只要对方的世界没有被打开 那对方就有机会再活一次 别看他打开了身不清的世界 但若是一个圣人的大道真强悍道 也是自身大道凝炼 他还真难以打开对方的世界 看着被他抹杀的身不清 蓝小步想起了曲鹏 曲鹏虽然不是圣人 却无限接近准圣 这个家伙被流星干掉了 可他的世界应该是没有被流星打开的 或者说流星来不及打开曲鹏的世界 既然如此 曲鹏会不会也没有死透彻 随即蓝小步就确定 这家伙肯定没有死透 就算他 将来也可能会寄托一丝魂念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这给蓝小步提了个性 以后杀神王以上的修士 必须要撕裂对方的世界 蓝小步神念卷洞间 深不清世界中所有的东西全部被蓝小步卷入了自己的世界之中 他的世界虽然还没有深不清的世界这么完善 不过迟早有一天 他的世界层次会强于深不清的世界 看见深不清被杀在自己面前 冷清蝶没有半点悲伤 只有深深的悲哀和自嘲 他是为自己悲哀 蓝小步的目光落在冷清蝶身上 冷清蝶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蓝小步直接激发了困杀神症 冷清蝶被抹杀 看在冷清蝶主动告诉他的份上 他没有去撕冷清蝶的世界 还有一个原因 冷清蝶身上肯定没有多少好东西 深不清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那是因为深不清曾经是不清神界的道君 可以说一界之中最多的宝物 都被深不清占据了 将困杀神阵清理了一番 蓝小步没有继续感悟虚空神阵 他感觉就算是自己成了七级神阵王 不止出来了七级虚空困杀神阵 这个地方依然是无法挡住强者 唯一的办法 只有让鸿蒙道泽自己衍生出封印尽致 将这一方空间彻底封印住 等到大荒神界天地规则演化完毕后 融入到整个大荒神界中去 宇宙维魔还在构建 速度非常缓慢 蓝小步索性取出宇宙维魔 将宇宙维魔置入时间阵盘中 在上百条神灵脉之下 时间阵盘中的宇宙维魔构建速度终于加快了许多 蓝小步也开始疯狂修炼 在鸿蒙道泽下修炼 再加上如此多的神员支持 蓝小步的修为进度再次加快 一年后 蓝小步晋级到神王六层 经过一年时间 蓝小步算是看出来了 哪怕他在时间加速 再提供更多的神员 想要让宇宙维魔构建出鸿蒙道泽的维魔结构 然后借助鸿蒙道泽本身将这个地方隐秘起来 那就是痴人说梦 除非他修炼到了圣人级别 然后宇宙维魔构建一个纪元 才有些许可能 鸿蒙道泽衍生出来的大道规则 实在是太过繁杂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 如何构建 唯一让他感觉到欣慰的是 他从宇宙维魔目前构建出来的部分维魔结构 找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他的神念主动接触到鸿蒙道泽上 然后将自己的想法和感悟渗透进去 毕竟他蓝小步也是一介道君 得到这一介天道认可的存在 也许鸿蒙道泽在衍生大荒神界天地规则的时候 会将他的想法也完善了 讲到就做 蓝小步的意念立即渗透到鸿蒙道泽之中 让蓝小步惊喜不已的是 鸿蒙道泽居然没有排斥他的意念 随着时间流逝 蓝小步对自己的长生大道感悟愈发深刻 而在他不知不觉之中 鸿蒙道泽已经开始衍生出隐秘规则 这不是禁止也不是天然阵法 而是一种大道规则 这一种大道规则 自然而然地将鸿蒙道泽所在的位置隐秘起来 蓝小步却能清晰地感悟到这种隐秘规则 他心里愈发欣喜 将来任何人都无法感应到鸿蒙道泽的位置 他可以感应到 因为这隐秘规则他先感悟了 还有一点就是 别人就算是知道了鸿蒙道泽所在的位置 也无法寻找到鸿蒙道泽 同样是因为这隐秘规则 而他 却是这隐秘规则衍生出来的见证人 他自然是可以穿过这隐秘规则 再次来到鸿蒙道泽旁边 就在蓝小步沉浸在这种大道规则之中的时候 空间突兀剧烈地波动起来 这波动是从鸿蒙道泽的另外一段传来 很显然这是有人通过鸿蒙道泽传送到这里来了 蓝小步心头大嗨 鸿蒙道泽的另外一端肯定是在长生界 长生界生存的可都是圣人存在啊 如果有圣人过来 他还打个屁 他能干掉申不清 不仅仅是因为申不清是一个伟圣 更重要的是申不清重伤只相当于一个和神初期 还有就是他隐秘成为了一枚正旗 突然偷袭 讲到一枚正旗 蓝小步毫不犹豫地再次隐秘成为了一枚正旗 他能偷袭干掉申不清 就有机会干掉第二个圣人 圣人他见了也不是一个两个了 基本上都是伟圣 讲一些的也有 那就比较少了 如毁灭圣人 迷迹等 当然 还有观欢的成色也比较真 这人不管是真圣还是伟圣 既然是从长生界传送过来 肯定是找到了鸿蒙道泽在长生界的位置 无论传送过来的是谁 他先偷袭再说 哪怕是秦旭兮 他也要先偷袭再说 如果真的是秦旭兮 他可以再用鸿蒙生息就秦旭兮 若是别的圣人 他一旦错过了偷袭的最佳时刻 等候他的可步是什么好事 讲到这里 蓝小步准备随时激发所有的困杀神阵和幻阵 虽然一形成了一枚正旗 神念却时刻裹着自己的七阴挤 而七阴挤就是另外一枚正旗 悬浮在他不远的地方 趋空中开始剧烈的波动起来 一鸣模糊的身形轮廓渐渐清晰 蓝小步没有第一时间偷袭 他很清楚 对方刚刚出现在这个地方 神念肯定是最紧张和谨慎的时候 这个时候偷袭 效果恐怕不会太好 等到对方看清楚这里只有一些正旗的时候 警惕心肯定是放松下来 然后他偷袭 果然那一道身影人还没有落在地上 神念已经横扫到了他即将落下的这一方空间 蓝小步布置神阵的神器正旗 瞬息就被的这一道神念扫到 不过再看清楚这里只有一些正旗 还有衍生规则的鸿蒙道则之时 这模糊身影的神念明显是松弛下来 他显然也发现了这里的正旗 都是隐匿神阵正旗 既然是隐匿神阵 自然是为了隐匿住鸿蒙道则的 此刻他心里在冷笑 隐匿住了这里的地方 却没有想到他会从长生界过来吧 这模糊身影双族即将落地的时候 蓝小步激发了所有的虚空神阵 七阴极卷起无穷无尽的沙翼轰了过去 沙士瞬息笼罩住了这一方空间 偷袭 就是这一刻 第770章来自长生界的狠人 此刻蓝小步施展的是几道神通无界 这是一道空间法则神通 无视蓝小步可以掌控的空间内一切距离 更重要的是 蓝小步这一己还隐隐融合了 鸿蒙道则衍生出来的隐匿规则 一己神通施展出来 蓝小步已是看清楚了对方 这是一名难修 邱维绝对不会比楼天狐弱 所以对方至少是一个准胜竞强者 这只是他的初步判断 更大的可能是 这家伙比准胜更强 他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这一次通袭能不能重创对方 能他活下来 杀掉对方 不能 他只能等死 因为他出手的机会只有一次 只有重创了对方 他才有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但第二次出手的机会付出的代价 绝对比第一次高许多许多 所以蓝小步希望一己就能干掉对方 不用来第二次 几乎是这男子反应到杀意的同时 其因己已来到了对方的眉心 这显然是一个极致强者 哪怕是在这瞬息都不到的时候 他居然可以移开自己的眉心 扑 一道雪光炸裂 这男子移开了眉心一寸 依然是被蓝小步的无界神通撕裂了尸海 一口精血喷出 没等着男子缓口气 无穷无尽的空间任盲和空间错位 全部裹住了这名男子 蓝小步更是如疯狂了一般 道运燃烧到极致 施展出了最强神通道部沉沦 这一刻 蓝小步比谁都清楚 如果他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趁对方重伤还有没缓过气来的时候 将对方打残 那等会就是他残了 不对 他不仅仅是残 而是要被虐杀 跨入神王境 蓝小步施展出来的道部沉沦 已经不再是几盲和连绵如战场 厮杀咆哮的己因 而是一道道几道法则 尽管陷于修为 蓝小步的己道法则还没有彻底成形 只是一些法则碎片 可这一元远强于连绵的己涛和己芒轰击 这是一个量和制的区别 如果等到有一天 蓝小步的己涛是己道法则构成 甚至是神通规则凝裂 那就算对方在墙 恐怕也只是这一击就能解决掉 感受到可怕的己芒法则碎片席卷过来 这几乎能撕裂自己的肉身和原神 这名男子哪里还顾得上别的 他甚至连神缘都没有办法聚集 就是这样一拳轰了出去 迟一点的话 他肉身就没有了 空 在对方这一拳之下 道部沉沦凝裂出来的法则碎片被不断撕裂 空间变得极度不稳起来 一道道雪雾炸裂 在这雪雾之中 传出一声狂暴的嘶吼之音 这名男子一条手臂和小半边身体 都被这撕裂的法则碎片搅碎 他再强 也不能用肉身抵抗蓝小布的神通道部沉沦 咔嚓 尽管被蓝小布偷袭干掉了小半边身体 这名男子一拳中蕴含的强悍神缘 也直接将蓝小布的骨骼撕裂了十数根 凌落开裂 是海出现裂纹 这神缘余韵 更是将蓝小布道部沉沦的法则碎片撕裂的更为残破 道运涣散 法则渐渐模糊 论伤是 蓝小布虽然比对方要轻一点 可相对于蓝小布的实力来说 这伤势一样很重 换成任何一个人小半边身体都被绞碎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退后 可这男子不但没有退后 反而世界积极出了法宝 随即狂喷树到雪剑 法宝卷起无穷杀伐道运轰出 蓝小布受伤也是非常惨重 这男子没有后退 他一样的没有退后 周身杀伐道运更是暴涨 杀意更是凝念成了实质 原本分杂无序凌乱在虚空之中的破碎法则碎片 在此清晰起来 在这一刻凝聚成了一道无形却有致的杀戒 杀戒尽管只是形成了一层 可隐隐约约却有七道痕迹 很显然等着杀戒彻底成型后会形成七层 无论是这男子还是蓝小布都没有想到对方如此重伤 依然选择全力攻击 感受到对方的想法和自己一样 两人更是毫无保留的燃烧神源和神念 蓝小布更是将整个空间的虚空神阵杀事全部吸引过来 轰向这男子 随着蓝小布疯狂卷动自己的神源和神念 道布沉沦神通形成的一层杀戒道因环绕 当杀戒和对方的降魔处轰在一起的时候 道因喷勃而出 道布沉沦七音出 夜添万丈独行人 引号点 空 蓝小布就感觉到一阵阵的晕眩 整个人更是犹如风筝一般被轰飞 一个巨大的褚动从他的前胸穿过 贯穿后背 决动周围撕裂道运环绕 带着一种死亡的道泽气息 这一刻 他的丹田直接被撕碎 蓝小布扑在他的困沙神阵之内 毫无声息 同一时间 道布沉沦形成的杀戒道运 直接将对方使海撕裂 肉身更是撕得犹如破碎的抹布一般 这名男子同样是扑倒在地 比蓝小布更好的是 这男子周身还有一道生机气息在环绕 似乎下一刻就会清醒过来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空间只有还没有彻底散去的神源和法则碎片 撕裂虚空的声音在回荡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被蓝小布到布沉沦几乎要彻底撕碎肉身的男子先醒了过来 他醒了过来 不是因为他比蓝小布更耐抗 而是因为这里的虚空神阵是蓝小布的 虚空神阵没有攻击蓝小布 却时刻撕裂着这名男子 这男子是被虚空神阵中的虚空刃芒歌肉哥醒来的 他看见远处躺着的蓝小布 眼角露出一丝凶残的杀意 他不仅是要杀掉这个蝼蚁 还要将这个蝼蚁的魂魄一寸寸的搜寻一遍 不仅如此 这个蝼蚁的世界 他也要一寸寸的查找 这个蝼蚁将他原神轰裂 甘甜撕碎 是海破损的仇 比直接杀了他还要大 可以引逆成一枚镇齐对他偷袭 这铁定是顶级大神通 胎翼化形 小小一个神王 居然可以施展出七戒杀士这种神通 获得的机缘绝对是逆天中的逆天 只是他刚刚动了一下 又是一道虚空刃芒横扫过来 这一道虚空刃芒将他本来就没有几块肉的胸口再次割掉一块 这男子冷静下来 他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 现在不要说杀掉蓝小布 他走进蓝小布都很难 最危险的是因为这里不是他的地盘 这里是别人的虚空连环阵之中 只要稍不小心 他将彻底毁灭在这里 将眼里的杀业隐秘起来 这男子艰难的从戒指从取出一枚丹药 只是他意念控制的丹药还没有送到口中 又是一道刃芒过来 将他这一枚丹药绞成碎渣 男子缓慢的从原地移动了一小段距离 仅仅是移动了一小段距离 就让那虚空神阵中的任盲停止了对他的肆虐 每次任盲扫过 都是从他深周不远处过去 男子吸了口气 意念再次小心的沟通到了戒指 一枚丹药被他缓缓的从戒指中带了出来 然后这单要以比之前更慢的速度送入他的口中 此刻蓝小布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 一定不能晕过去 一定要清醒过来 一定要 他没有杀掉对方 如果让对方先醒来 他就死定了 也许是这种坚强的求生欲望 让他气运到树感应到了 气运到树疯狂运转 一道道道运气息开始在蓝小布身中环绕 蓝小布也缓慢的睁开了眼睛 蓝小布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件事 这个他没有杀掉的男子正用一念沟通一枚丹药送入口中 这个时候岂能让你吃丹药 蓝小布几乎是半点考虑都没有 神念驱动虚空阵棋 空间再次变化 一道道可怕的沙发任盲又一次裹住了这男子 这男子丹药依然是没有送入口中 就被两道任盲绞成碎渣 蓝小布很是庆幸 他庆幸自己及时出手了 否则的话 他不要说将对方重伤 现在他应该是一个死人 而对方却可以慢慢的收拾他 蓝小布已经来不及愤怒了 因为有了蓝小布的主持 更多的虚空任盲都涌了过来 感受到自己残破身体上的肉依然是一点点被刮去 这男子早已没有了愤怒 有的只是大害 这样下去 他甚至连缘魂也别想走掉 男子再也顾不得自己残破不堪的肉身 生命力爆发到了极致 借助这残破不堪的肉身扑向了鸿蒙盗泽 扑 这男子还没有到鸿蒙盗泽 他的肉身就被蓝小布虚空困 沙神阵中的虚空任盲绞在一起 化为了一堆血物 蓝小布没有半点欣喜 心里反而是大惊 他看出来了 这家伙根本就不想要肉身 这家伙冲向鸿蒙盗泽 这是想要逃走 果然 蓝小布刚刚反应过来 这失去肉身的男子 原神已经冲到了鸿蒙盗泽上一道空间漩涡规则之上 消失无踪 蓝小布呆滞地看着这消失的原神 他知道自己遇见了一个狠人 这人舍弃肉身 只是为了让原神逃走 不行绝对不能让这家伙逃走 这只是长生界的一个人 如果让长生界来几个这样的家伙 大荒神界和大荒道庭就是一个笑话 至于他蓝小布 更是笑话中的笑话 这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